台湾已经要准备发展5G了 行政院周三表示 最快明年就会启动布局 不过中国大陆已经喊出两岸 合作5G要早 今天政务委员张善政表示 必须把国安问题列入考量 下载一部高画质电影 最快只要一秒 未来进入5G时代 网络速度渴望比4G还要快100倍 台湾抢进第五代行动通讯 行政院周三表示 将在年底前提出策略 最快明年启动布局 2020年会成型 现在要投入研发 已经是刻不容缓 4G视照频谱竞标还没正式开始 已经先喊出5G布局 目标在下一代行动通讯卡位站 迎头赶上 如何在下一代的规格出现之前 大家卡好位置 我们已经看到欧盟跟东亚的 日本跟韩国合作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发展区 大家都会关注到这样子的发展的大事 积极布局卡位的不只有台湾 本周中共工信部高层已经率团 带领中国大陆各大电信业者 通讯设备制造商大举来台 更喊出两岸合作5G要早 对此张善政表示 不能只考虑中国大陆的市场优势 也应考量国家安全风险 和智慧财产权保护 从4G一直到未来的5G 中国大陆积极到台湾搭桥布局 学者指出台湾发展通讯技术 除了国家安全是基本前提 也同时涉及技术独立性 学者指出台湾其实有很强的研发能力 未来不能只锁定中国大陆 而是放眼全球走向全世界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 正向吴博轩台湾台北报道